《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神神秘秘》這個節目 隔了一段時間 至少有兩個星期 我們今天全女班 我先講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講動物傳心術 我們很開心請到Samantha老師 她是教動物傳心術的老師 另外我們有Carmen Carmen是好朋友 她也是個老師 東東 大家之前見過了 我們今天是講動物傳心術 以及講動物這個世界的東西 如果要認識我的同學或學生都知道 我本身是一個貓癡 我也是 你也是 對於貓 其實不只是貓 我貓和教文很多動物都喜歡 但我特別養的話我會養貓 好了 動物傳心術 其實是一個什麼呢 Samantha 為什麼會出現呢 為什麼它會出現呢 其實本來動物傳心術 不是教你怎麼聽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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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WOW WOW的 動物傳心術呢 很多人就問我 Mail 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這樣的 原來動物傳心術是通過一個冥想的狀態 然後就將我們本身擁有了一種 那種叫做心靈感應的方法 然後我們就去形容出來跟動物溝通 因為本來我們會懂得用腦電波 去跟一些動物甚至植物溝通 但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都沒有教我們這件事 已經遺忘了 因為我們的父母都不懂 所以他們沒有教我們 但是其實本來我們都是有這種能力 等於動物和動物之間的溝通方法 我們就學回 然後就可以跟動物溝通 你令我回想起 我們之前有些雜數有說過 有人說我們地心文明 有些人是用電波來溝通的 也有人說過以前金字塔是用聲波 所以沈玲剛才說 我們要記憶一些我們本來的本能 其實那個溝通度有多大呢 會否譬如那隻貓背後是一句文言 還是怎樣的呢 其實那個狀態是 其實那個狀態呢 你在接收信息的時候 就包括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我們習慣了說話 我們習慣了發電郵 我們習慣了是這樣的 但是原來我們跟動物和植物溝通 我們就包括了感覺 那個感覺是包括了味覺 臭覺 甚至是這些感覺 冷熱的感覺 甚至是圖像或者聲音 全部這些東西都會是訊息 但是平時我們就遺忘了 我們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再學習 令到你知道原來這些都是訊息 那就去溝通 好的 所以其實跟動物溝通 是說在那個空間裡面 你跟他所有在那個空間 所有波長的接觸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的 其實我們也很用到我們的直覺能力 因為不可以的直覺能力 其實就包括了我剛才所說的 那麼多樣的東西 但是平時我們就很少用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我們多數以說話為主 但是動物溝通 因為你不可能真的明白 他的什麼是為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這些感覺 他們全部都拿出來使用 令到我們真的可以跟動物溝通 所以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跟動物溝通 是的 其實我也相信 所有人都可以跟所有動物溝通 只不過我們雖然不相信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很多人都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那你就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話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一定可以 所有東西 一相信就是第一個門口打開 如果不相信的話 什麼門口都關掉了 我們大家都有養動物的習慣 但是養不同的動物 東東就養狗了 Carmen就是養倉鼠和 天竹鼠 我以為是天竹鼠 我以為是兔子 牠很長毛毛很可愛 然後Carmen說的是老鼠 我以為… 牠屬於鼠科 是的 但牠是很大隻的 是的 我家裡有三隻貓 剛剛收養多兩隻貓在中心 是的 我知道 我看到你的臉書 所以現在擁有五隻貓 做五隻貓的主人 我們本身也跟動物有… 我想很多觀眾也有養動物也知道 跟動物的感情 是非不默所能形容的 還有我剛剛今天來 這麼巧 最近真的有很多藥貓事件 是的 今天有一宗 我臨出門口來錄影之前 我有一宗 沒錯 就是… 唉… 就是令人發指之餘 然後也很軟式 我不明白為什麼… 就是… 我經常都說是劏雞的 真的… 拿著雞頸 我小時候媽媽拿著雞頸 你劏下去… 你… 你真是做不出 這些東西 怎麼可以對動物 完全無環擊力的動物 可以做出這種東西 我真是多多呼籲大家 就是… 你怎麼看這件事 藥貓動物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是會回饋給牠的 嗯 就是你說報應是好什麼都好 你怎麼看 其實有個動物傳心術師 應該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都是因果循環 那… 有報應 我不知道 就是究竟 怎樣會發生這件事 我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也很想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你這麼多事情不做 你要做這些 但是我會覺得是因果 有事 還有… 其實我們應該要愛護動物多一些 怎樣去愛護呢 有很多種方法 就是不一定說… 其實你不傷害牠已經叫愛護牠 還有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叫做愛護動物 譬如我們現在已經很興奮的 就是不吃魚翅 其實這些我們都是很愛護動物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注意平日我們做的事 當然我們不能夠制止牠們去虐待動物 但是首先我們做好自己 首先在新生命的角度看 就是很多例如沙士 或者是甚麼… 豬油感 或者是瘟疫 動物身上的病 或者魚又有甚麼… 孔雀石 孔雀石 這些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回饋給我們 對生命的尊重 嗯 因為我們人類要得到牠們的食物 例如鵝肝 這些過程其實是對生命本身是一個很大的不尊重 這些東西也會回饋給我們 所以不是說你不全對食素 因為我們人有一個食物 就是一定有原因的 我們可以有食物 但食素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會覺得你尊重生命的態度 是操守 或者是自己一個個人的德行 是一個修憾 我覺得是一個修憾 如果在動物傳心裏面 有甚麼你很難忘的東西 有嗎 其實有很多 很多 很感人的 每次都做到哭了 明白 有很多 其實不如我們先說動物傳心術 用來做甚麼 是啊 甚麼人會找我做動物傳心術呢 其實有很多種方面 最簡單的 例如你想多了解你的動物 以前有人問過 譬如我上班後 我家裡有隻貓或狗 牠在家裡會不會覺得很悶 就是牠自己一個人在 牠想不想要多一個伴侶來陪牠 這些東西都可以問 也有很多情況 譬如牠有壞習慣 譬如貓狗很喜歡隨處大小異變 或是狗很喜歡吠 狗很喜歡吠 你會吵到隔壁 或是貓很喜歡捏東西 這些其實我們都可以了解一下 為何牠要這樣做 或是怎樣可以改善到這個情況 譬如狗吠 你越打牠 牠會越吠 對 所以我們 新龍哥也是 剛打你然後叫你不准哭 我覺得這真的是廢話 你拿著牠子打著牠叫牠不要哭 譬如狗吠一定有些原因才會吠 沒錯 牠不會無緣無故吠 沒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原因 我去教學生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牠一定要知道原因 不一定是牠錯的 是呀 但是我們平常人的想法 一定是牠錯的 牠亂來 但是我們要知道原因 我剛才最早期接觸到文書雙述 當時我自己也不太腦筋 我一個朋友 牠是一狗 牠的狗養了七、八年 那時候有一個全身術士 牠問牠有什麼狗 牠問牠沒問題 不過牠說 如果牠有一條紅色的狗帶就好了 然後 牠覺得很奇怪 因為牠從來不會問 任何一個很滿足的狗 有一次牠去市場買了紅色狗帶 牠的狗有一個習慣就是 你買東西回來 牠放下那個袋 牠就會走過去問 牠突然看到紅色狗帶 牠沒見過那隻狗 牠的狗是大狗 牠兩隻狗這樣升起了 牠的樣子好像不相信牠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牠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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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年 是沒見過牠的狗有這個表情 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動物情侵術 剛才Samantha說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朋友 就是另外一個朋友 去找動物素心說師 牠的狗經常把梳化的東西 撞在地上 塑在地上 然後問牠的狗為何這麼頑皮 把梳化的東西塑在地上 所以動物素心就跟牠溝通 那隻狗的理解就是 我說不是啊 我不是頑皮的 牠的理解就是 梳化是我睡的地方 我只不過是清潔的地方 那個地方不應該擺東西 那地方是應該睡的 我就是把梳化合起來 你明白嗎 牠的角度看不是錯的 而且不是錯的 好像跟我小朋友溝通 牠有牠的想法 是動物的 你真的用牠的角度去想想 還有一件事 Samantha經常都會遇到的 家裡的第一隻貓 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貓 我上一次 是不是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但有一次也是有個個案 很搞笑 牠有一堆貓 然後之後 那個貓主人就周圍去問問我的貓怎樣 然後又問獨隻狗 問到第一隻貓 牠就說了一句 那些貓很煩 因為牠是第一隻貓 牠是第一隻貓 牠看到那些貓 不知道自己是貓 覺得自己是人 或者跟主人一樣 但是後來發覺 後來不知道 他終於知道自己是貓 那隻貓就瘋了 躲在自己幾天 牠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接受到自己是貓 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有隻狗 每天趁主人上班 就在牠的床上 撈一堆貓 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對 然後用了很多方法 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但是其他 總之每天一堆貓 但其他東西 牠會去回狗廁所 總之牠只有一顆 然後就了解牠的原因 原來牠覺得牠很喜歡自己的大便 所以牠就在牠的床上 撈一堆貓 然後就送禮物給牠 每天送禮物給牠 謝謝 謝謝 我們的世界其實是兩樣東西 其實牠們的世界很單純 牠想送禮物給你 牠沒有東西可以送給你 牠覺得自己最好的東西送給你 很多養貓的人 你知道貓的習慣 就是牠派到蟑螂在門口 對 牠是腰弓的 那些貓不是牠 我就死給牠看 極度 極度害怕 牠真的有貓可以送牠 牠會捉到蟑螂在牠牠 有的 牠會捉到蟑螂牠在牠 告訴你 牠會捉到蟑螂牠 我會捉到蟑螂牠 牠們的世界就是這麼單純 但是複雜的只是我們人類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 就真的很需要 譬如有動物傳心術 你才可以了解到原因在哪 但是如果沒有動物傳心術 譬如我那隻狗 我自己跟牠聊天 其實牠能收到我跟牠說話嗎 其實牠能收到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有時用一些名詞 詞語形容詞 牠們未必會明白 即我們感應給牠 可能牠會更多 其實你跟牠說話 大致上牠會聽得明白 但可能有時候 有些很深的名詞 牠就不明白 譬如你跟牠說 我上班 牠就不知道什麼是上班 因為在牠的世界 沒有上班 噢 出街或出街 牠就明白 但牠就不明白 為何你出街不帶牠 對 你要再跟牠說清楚 為何不帶牠 其實也試過 有一個個案 就是 跟狗聊完後 問牠 你有沒有事想跟你主人說 牠就說 你幫我問牠 為何每天早上起床之後 就出去不理我 好事才回來 為何 這樣 老婆沈老公 對 要跟牠解釋 因為牠要出去做事 做事要賺錢 賺錢 賺錢才可以賣給你吃 所以你要跟牠解釋 因為其實 這麼像我教兒子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牠們所知道的東西 不是我們那麼多 所以我們是需要給一些耐性 去跟動物溝通 而且你要當牠是一個小朋友 因為牠不用上學 又不用外出 其實牠能學到的東西 肯定沒有我們那麼多 只不過有時候我們假設牠會知道 就是這個意思 對一些真的養動物的初歌 或者是第一次的貓和狗 你有沒有甚麼忠告給牠們 譬如 我知道那隻貓 我的貓來了中央幾天 就開始跳了 跳上廚房的水龍頭 我的方法就是很肯定跟牠說 不行 即是叫牠的名字 之後會叫好 呃呃呃呃呃 owe 怎樣叫牠的名字 然後牠看著牠 然後我就用感挨染 knick 在牠ноз牢 concentrating 你有沒有很簡單地說給剛剛養動物的人怎樣處理動物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他們一定會知道我們想怎樣 但不是的 當你好像一個小朋友 可能是你隔壁屋的小朋友 他來到你家站住一天 你以為他會知道你的習慣 但不是的 你要告訴他你想他怎樣 或者你不想他怎樣 而且你要告訴他後果是什麼 例如像你的貓這樣 經常跳上跳下 除了不知之外 你可以解釋給他聽 你弄掉這些東西 又怕你弄傷 你可以跟他說 不要以為他一定明白你的心意 因為他來看東西的角度和我來看東西的角度是不同的 我突然記憶回我剛剛 我的小狗是在我行山的時候照顧他花旗羊的 但我最抗拒就是小動物亂安私可了 但我很驚訝就是那隻小狗 我想他一個月左右 他一來到我家 他第一篤鳥已經懂得在廁所裡餓了 可能也關乎於小狗 因為我經常覺得小狗或小動物 最難搞的就是大小耳便 但其實大小耳便 我這隻狗是做得很好的 他很乖 他長大了的時候 他會跳入浴缸的狗廁所裡 你看到這隻狗的狗 你會看我覺得 其實這樣做 你的狗是不會有很多種乾淨的 其實動物大致上 他們喜歡乾淨的 也不會到處去的 所以一定有原因 我之前有一個個事是這樣的 牠養了3隻狗 有2隻也會去狗廁所 但有一隻專程要在梳化內地方去的 如牠一個人住都還可以 不是這樣與家人 會令人不喜歡他 他用了很多方法 帶他去教訓 也不可以 然後就要了解原因 這些真的要知道原因 然後跟他溝通 第一句那隻狗就說 我不喜歡他 偏心 這件事是大家都沒有想過的 連主人事先也沒有告訴我 但是主人知道自己偏心 他知道的 我當年在澳洲 曾經有一隻貓來跟我回家 我保持了一段短的時間 我本身就很喜歡貓 那時我在澳洲有個男朋友 他覺得他很煩 經常掃開牠 手撥開牠 然後那隻貓 因為我們都會放牠去牠 自己去搞定 但是牠總是喜歡這麼多對鞋 其實我們是整班學生 住在一起有很多對鞋 在門口 牠總是要拉進牠的鞋 裡面 沒有那麼曬 那樣 拉進牠的鞋裡面 幾早起床 一直插進去 然後牠就說 然後牠就說 哎呀 隔著 牠就要插進牠的鞋 牠的貓 也不然 我說很有趣 我記得我記得這件事 關於小動物去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我記得我哥哥 他本身家裡有兩隻貓 後來就結婚 和我太太帶了一隻貓 這個樣子虛了 兩隻貓都很乖 其中的大貓 就不知為何 開始又是真的鞋餓 我看到嫂子就發瘋很生氣 那牠真的鞋餓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嫂子就很生氣 當然就罰牠 又罵牠 然後我已經感覺到 雖然沒有學潛心 我的頻道 牠很不開心 覺得人們好像突然失寵 因為牠很疼愛自己帶來那隻貓 結果牠就越餓越離譜 就餓到牠的鞋子裡 你擦不住的那些 有些木 放進去的那些 有些味道的那些 那些貓是很大的味道 是的 那牠更生氣 那牠更生氣 反過來 因為那個主人不知道 牠還去打牠 看你這樣有做錯事了 那我不斷地感覺到 那隻貓告訴我 牠很不開心 你有沒有看到我 結果就是 那隻貓真的要交給其他人養 因為牠真的很不開心 那隻貓離開了 就是交給其他人養的 是的 其中有第二隻就是 因為一些情況 在家裡很有趣的 我發覺家人裡面有些狀況 牠們知道的 而且牠們會不開心 然後那隻貓就因為這樣 屈一屈就屈 屈生病了 屈生病了 然後牠們會弄一些東西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跟牠們交通 其實我自己本身 因為每一個傳心師 都有牠們的強項 有些可能會聽東西厲害 有些可能會看東西厲害 我自己聽和看都可以的 所以我會用說比較多 即是開聲說的 因為我們是在冥想的狀態去做的 所以我會在心裡跟牠們說 當然也有畫面 但如果我要教牠 或者叫牠不要再這樣做了 牠們去解釋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多說 而且要預先跟主人說 你會想牠怎樣 是的 你想牠怎樣 因為譬如有些狗 可能會跟牠們說 我嫌家庭很小 蛤? 但是牠們不夠地方 其實呢 很多狗是不會有香港養的 所以你要跟主人溝通 那你可以怎樣幫到牠呢 如果你真的幫不了 可能經濟問題 我真的住到300呎的地方 難道你以為我不要你嗎 所以我們就要跟牠們解釋 你要了解主人的環境 只可以這樣 但如果日後可以好一點的話 你一定要跟主人溝通 牠們是否真的可以預約 或者譬如說 我家小而已 我可以多點和牠們下街 沒錯 這樣就可以活動到 不過我真的經常想說 養動物 如果你在家是大狗 而且牠們是活躍的狗 你真的要帶牠們出街 要的 很多人養這些狗 現在你不帶牠們出街 又不斷地投訴牠們在家 咬爛梳化 咬爛東西 大哥 你是一個人 你不帶牠們出街 然後說 你家在家搗蛋 我是人 就是牠們需要有精力去發洩 有時候那些狗 你帶牠們出去跑一下圈 等等 牠們回來會比較乖 是的 如果你養得這種狗 你一定要去熟習那種狗 這個狗 還有這些 所有這些 養動物的操守 我們待會 也會繼續去說 我們首先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如我們再回去繼續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牠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聯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好 我們再回來 關於動物傳心術的 下半部分的實際秘密 這個節目 好了 Samanda 剛才我們一直都在說 如果牠有養動物的人 貓和狗 要留意的一些東西 我們先由狗狗開始 狗狗多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可能牠會咬東西 或者牠便便的問題 因為狗 基本上 我不是狗 狗是沒有貓那麼精神的 我説是大小便 大小二便 因為貓就是有一種牠的雜性 狗可能是要帶牠出街 通常狗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狗遇到的問題 都是大小二便 喜歡肺 對 或者咬家裡的傢俬 咬爸爸的鞋 這些都很多 是咬皮具的東西 很喜歡的 這些壞習慣都比較多 如果發生在狗身上 那怎樣處理呢 這些動物的主人 通常我們一定要先了解原因 然後才可以對症下藥 如果你不知道原因 就這樣叫牠改變 就很難 你要知道原因 慢慢再跟牠談 好像剛才我說 那隻狗 牠說我主人偏心 其實你就要跟主人說 你怎樣可以改善偏心 牠覺得你偏心 這是主人的功課 對 而不是狗 你怎樣教那隻狗 牠都一樣會這樣做 如果牠覺得你偏心的話 所以其實這些 我們不是對狗去教育 而是對主人教育 是 你小孩的幼兒教育 其實是教育父母 不是教育子 對 其實這些就是 想躲一個是父母 沒錯 我們一定要知道原因 另外 譬如試過有一隻狗 牠經常在家裡吠 對著門口吠 了解原因之後 原來牠說主人經常打牠 所以牠就很不想 在這個家裡 噢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要主人去改善 其實你贊成一對動物 有適量的打鼻 打手手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沒用 我覺得是 我覺得沒用 等於我打你 你會不會聽我說 喂 給我錢 你會不會給 其實是沒用 我覺得真的 你要知道原因 然後 你才可以改善到那個情況 譬如那隻狗說主人經常打牠 你叫牠不打牠 愛牠多點 疼牠多點 陪牠多點玩 其實已經解決了問題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有些動物 如果牠真的有這個不好的體驗 是否需要一段時間再相信人 我覺得是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 難道你跟牠說 你送牠給人 我們只要跟主人說 你怎樣可以陪牠多點 還有我們也不可以 家家有本能 還有我們做傳心師 也要有些技巧的東西 我不可以直接跟主人 很坦白地說 你是不是要打牠 打得更厲害 所以 好像做社工一樣 所以 做動物拳心師 你上我課的話 鍾眼仔 你上課的話 我都會教你一些技巧 有時候 我們不是說 當然我們 我不贊成同學 是跟客人說謊 對嗎 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美麗的方言 我們都要說一說 沒有可能你直接跟牠說 你是不是要打牠的狗 或者聽話 感受到有關愛 是的 我們有時候都要避忌一下 我們的答案 是怎樣告訴客人 就是你怎樣去傳譯 訊息 技巧 沒錯 其實動物拳心師 主要就是一個橋樑 一個溝通的橋樑 我們不是判官 我們不可以說 一定是你不對 或者一定是狗不對 有時候我真的見過那些狗 就是寵壞的 尤其是狗仔很兇 那這些你會怎樣去調整牠們呢 其實也是主人的問題 神措萬聖的主人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小朋友 公主病 王子病 其實是不是真的牠的問題 其實家人寵壞了 這些我們不能去改變 只不過我們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我們要傳遞訊息給主人 看看大家怎樣可以和合共處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想問 跳一跳的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學動物拳心術 學了之後他很害怕 身為導師的你 你會怎樣跟這個學生說 他怕的情況就是怎樣 因為他真的感受到那個能力和他們的訊息 很怕在街市 入到街市他聽到很多聲音 很適合的 從此之後他很害怕去街市 他說那個壓迫很浩達 如果你是導師 你會怎樣去處理一個學生 在心理上的層面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接收到這些 我們不想收到的訊息 這個源頭就是你收到一些 你不需要收到的訊息 你不想收到的訊息 其實我們就 當我們學了這個動物拳心術之後 其實我們就打開了我們一個頻道 打開了我們的腦電波 有某一條頻道 就等於我們有一些收音機 你本來只是想收那樣東西 但是你的天線很開 收到很多其他東西 變了其實我們要令到我們的天線 可以收可以放 那就可以了 即是調整過你想聽的台 沒錯 或者你想聽才去開 即是開機不關機 沒錯 那你就會控制得好一點 但如果你總是開啟了它 那你就會去到超級市場 我喜歡你的鼻子 吃醉雞 吃醉雞 我真的知道 那隻雞 那隻雞 我都知道了 超級市場 我都知道了 好的 Carmen 用了另一件事 很多時候動物是會感受到家裡有朋友 這些個案 你有否接觸得多 譬如1940日向著牆 某個位置廢 或者有人跟牠玩 其實我自己曾經有些貓離開 我真的感覺到牠還沒離開 牠停留一段時間才離開 甚至乎跟其他貓一起玩 這些行為是提出的 你怎樣看 我相信是這樣的 這個我認為是事實 但如果你說有些貓很喜歡看著某一點 或者狗很喜歡向一個位置廢 那未必是我們想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因為每一隻動物 牠們會有多過一隻貓利去守護 很多時候都是貓利 精靈 或者是天使 但是貓利比較多 我試過也做過一個個案 就是問貓為何經常看著房子的那個角 那個主人就很害怕 但是我看到是一隻貓利 而且是紫色很漂亮的 這些也是技巧 你怎樣跟主人解釋 我們經常在節目裡說魔人心生 即使真的是朋友的話 牠們只是存在的 也不是傷害的 沒錯 動物是有這種感情 跟牠們溝通 而不是什麼恐怖的東西 好 我知道Seminta 你預備了貓來講 貓 貓有什麼要留意呢 貓有什麼留意 其實貓我會 我自己會覺得 牠們是喜歡 得到你的注意力 多一點 雖然牠們可能 不會像狗一樣 慢慢地撲過來 叫你跟牠玩 但是牠們一定要 你注意到牠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會忽略貓的注意力 牠們會做些事出來 引你注意 牠們有四隻貓 牠們本來都很乖 都會去沙盆 有一次 有一隻貓 牠叫肥肥 牠很肥 18磅而已 牠們很喜歡去浴缸大便 那時候我還未學全心術 不知道為什麼 學了之後 就馬上問牠為什麼要這樣做 最初我都很想知道 原因是什麼 然後才對付牠 但是牠就死都不說 因為好像人一樣 會不肯說 會的 因為我們是罵人就不說 噢 你問我便要說 對 我終於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搞了很多事情 然後就令牠 我獎牠吃濕糧 因為我很少給濕糧 但是牠很喜歡吃 所以就獎牠吃濕糧 但是我獎牠吃濕糧 我們有四隻貓一起獎 就不只是獎牠 然後吃完那一頓濕糧之後 當晚牠馬上再餓 然後我很生氣地問牠 為什麼你又再餓 然後牠說 你好久沒有跟我聊天了 其實牠會做一些事情 令到我要跟牠聊天 會不會是牠會不斷 會不會有些性格 牠的性格會不斷地 我又拿了另一項東西 會的 其實是有一個要求 是不同的 如果牠像牠一樣 養一隻貓 幾隻貓的性格都不一樣 對 四隻貓都不一樣 對於貓探東西 其實牠的東西是怎樣 是否跟剪繡指甲有用 不一定的 對 又是 其實牠偷東西看牠偷在那裡 那是否我們家裡 會不會有足夠東西 很突然的問題 就是買畫板的就不偷 是要偷一些不能夷的東西 紙箱 梳化等 但也很難的 也未必能解決 我家的按摩椅全部都變成浸耳 都穿了洞 也沒有辦法 她很喜歡那件事 那你怎樣教她呢 而且她很喜歡 趁你不覺眼就去握 她就會有成功感 對 以前我會去買漂亮的梳化 現在的梳化就是換那個蓋子 換那個蓋子 我一圓都買了蓋子 然後再換另一個蓋子 但解決不了 我會剪手指甲 那段時間傷害性沒那麼大 不會勾到毛出來 動物的記憶力比較差 所以我們定期也要跟她說一下 你不要這樣 她一陣子不做不代表她永遠都不做 可能某一段時間我們要再提醒她 或者指引她 抓住她來這裡 可能就會再教她 好 我知道你預備了一些案子跟我們分享 是的 你可以說一下 剛才我說過 除了語言 聲音 影像之外 有些動物可能 主人很想你送一些訊息給她 但可能她只給你影像 你也不知道她想說什麼 這樣的話 我們還有一種 自動書寫和自動繪畫的方法 好像這裡有個例子 我叫一隻狗有什麼想跟她家庭成員說 即是人類 她沒有很多說話想跟她說 而且每個家庭成員都用不同顏色的筆 寫一封信給她們 用什麼筆 她都會叫你的 是的 好玩喔 因為我會準備好顏色筆在桌上 到她要寫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隨手拿 她會給我一個訊號 她想用什麼顏色筆去寫 這個就是用不同顏色筆 跟不同的人說話 這個就是書寫 很好奇她說什麼 Joseph 媽媽 爸爸 叔叔 Joseph 是她以前的一隻狗 即是一個伴侶 可以叫她兄弟 但她已經不在 她就有話想跟她說 他說Joseph 我見到你在半空 覺得你很自由自在 我很羨慕你 不過就算你不在半空 在地面 我也是很羨慕你 因為她當她是大哥哥 她說 你以前萬千寵愛在一身 所以我在你後面 只是一隻跟著你 我每天都跟著你 但其實我很喜歡你 哦 我很感人 因為那隻狗 就已經不在 但她覺得它會存在 OK 其實會不會剛才這段 我聽到 是不是其實那隻狗 她也會有直覺能力 她會知道她離開了的朋友 其實不像直覺能力 她是本能 是的 她是本能 其實她能夠傳統 即是你能夠傳統她看到的東西 其實都是真實地她能夠知道的 她是真實的 正如我兩隻貓走了之後 其他貓自然跟她在玩 是的 你真的看到 牠們的行為 那隻貓仍然好像存在 某程度上 我曾經感受到那隻貓在這裡 我之前的節目也有說過 我在網上打電話機 我後面那隻貓很喜歡玩的東西 就是跳在箱上 跳進洞裡 我剛才的東西就是 啪啪兩下 其他貓是不會這麼準確 做到你的動作 然後我第一個打電話機 就說 她的哥哥 你回來了 然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離開了 噢 你試過上課 感覺到牠在我身邊 是的 那隻貓剛離開了幾天 我還是很悲傷 是的 我只看到牠在你旁邊 我們上課有meditation 就是meditation的時候 我也感覺到牠在我身邊 然後我問 剛才你有沒有感覺到 哥哥在我身邊 即是哥哥是我隻貓 不是張國榮 不是張國榮 是我的貓 是我的貓 阿卡文就說 是在你這邊 我感覺到是在你這邊 嗯 所以其實感覺到牠的存在 感覺到 另外一樣呢 除了自動書寫外 亦有自動繪畫 這個本來是跟一隻黑貓聊天 其實是黑貓 我叫牠聊天之後 我就說 你送些東西給你的媽媽 他就給了一個影像給我 叫我幫牠畫出來 但是我的畫工就很噁心地 很明顯看到媽媽抱著牠的樣子 是的 我的影像是看到這樣的 就是看到主人抱著貓 在大腿上 我就盡量畫下來 畫了之後 我就跟牠說 很噁心 不如不要給牠 我自己覺得很噁心 然後我就跟牠說 不要給牠 不如很噁心 他說你給吧 這是我的心意 牠會知道的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 就給了我的客人 給牠看 我說噁心一點 但是就是牠的心意 然後看到之後 雖然這幅畫畫得很噁心 但是牠很感動 牠未哭 但是牠很感動 他說因為牠真的是這樣的 牠每一次看到貓的時候 牠就會自動走上去大腿上坐 很感動 貓是這樣的 是的 貓是這樣的 雖然畫得不好 但是其實都是 觸碰到牠們的 觸碰到一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做動物傳心師 不要需要介意自己 我是不是應該要學一下 這個掃瞄 掃瞄 中間才來上去 是不用的 是的 我還想說關於動物的離去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自己經歷過 大家建立了一段感情 雖然我也是短短的 一年多的時間 但是很痛 痛了很久 連我那個工人姐姐也哭了一個月 那樣面對動物的離去 一來你對生死有很大的了解 那你會怎樣奉勸現在有寵物的人 怎樣面對 是不是你狗有病 我就要 有些人說 當然想我拍針吧 那 如果我是你兒子的話 你會怎樣 我真的不知怎樣說 但是你會怎樣跟大家去說 首先我自己也做了很多這些個案 例如有些貓、狗 牠病得很厲害 可能知道牠也不太長時間了 但是牠還未離開 很多主要人都會問我 我應不應該帶牠去 是的 我也想知道 打針 很多個案 不代表所有動物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在很多個案 那些動物都不想的 是的 我們就說怕牠辛苦 是的 怕牠捱 而我們會發覺 為什麼牠病得那麼辛苦 也知道自己應該差不多了 但是可能還吊著命 幾天 其實大家都很痛苦 很多時候原來都跟人一樣 有東西放不下 不捨得 因為不知為什麼 有很多動物 貓、狗、狗、狗 也是 牠會覺得自己才是主人 你們是我的寵物 很多時候我都會這樣想 是的 我試過有一個案 每一個都覺得自己是人生的主角 沒錯 就是貓生和狗生都是 我試過有一個案 兩夫婦養了一隻貓 很多年了 那隻貓就重病 已經吃不到東西 喝不到水 牠只能夠放在那裡 呼吸也很悶悶的 但是就維持了幾天 牠都還未離開 主人就找我跟牠聊 看看牠想有什麼放不下 然後就 當牠完成 然後就這樣 跟那隻貓聊的時候 發現原來那隻貓 是捨不得她的夫婦 就覺得 我離開的話 你們兩夫婦就沒有人照顧了 你怎麼算呢 這樣就謝謝你 對 我就跟牠說 其實不是的 牠們已經長大了 牠們可以照顧自己了 如果還有什麼 你跟我說 然後就可以完成了你的任務 可以說什麼 牠沒有說牠只是說 我很擔心牠們沒有人照顧 牠就是這樣 因為那種死亡 我相信Carmen 牠有很深的感受 因為牠曾經有二十多隻倉鼠 是先後的 因為倉鼠的生命是 很短的 很短的 所以牠經歷了 牠每天之前就很傷心 到後面 我覺得牠是很超然的心態 牠的死亡 你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在我養 其實是我小朋友養了一隻倉鼠 靜雞雞 然後就收了一個月 然後讓我知道了 但是我小朋友 那時候還很小 就令到牠殘廢了 是斷了 下半身不能動 你說那隻倉鼠 是的 我當時 其實我逃避了養動物很多年 就是要逃避 那種生離死別 我痛的感覺 我覺得 因為當時我已經進入靈性 我會知道 為何會來到我家 還要是我兒子弄到牠 我很內疚 我看到我自己的情況 然後我就不斷去用我自己的療法 就跟牠們聊天 結果牠真的慢慢舒服 還要多捱三個月 那牠才離開 但是牠們的離開 是震撼了我全家人 我們都哭了 圍著牠的媒體 然後大家送光 做了儀式 送牠去 全家人都很靈性 是的 然後就埋了牠 然後我一個禮拜之內 跟自己說 我頂不住 我一定要養動物 我要看一看 為何我對身離死別的痛感不痛 我要面對這件事 那我就 老公我們去買倉樹 那我就在街上買倉樹 我還要買一雙 一雙會生的 然後就不小心 我老公說 你買一雙天竹樹 好 來了 一次過來了 結果一對倉樹 就是經常搞事 生了二十多隻 是一胎嗎 不是 是三胎 牠給了我很多課題 包括牠們的出身 養不大 然後看牠有些 不合完咬死了 有些要分農 然後看牠慢慢有些老死 不同的性格 因為二十多隻 你真的看到 二十多隻不同的性格 然後又看到牠們離開時的心情 我不斷看到自己 原來退於擁有 是這麼執著的 但是離開時是這麼沒有的 很痛的感覺 到最後就 真的放開了 原來牠離開這裡是舒適的 還有牠告訴我 我走了 我還跟牠們聊天 如果你一直想我陪你離開 通常牠們有些狀態出現 牠們想離開時 牠們病了 在這星期 星期幾之前 不然我便不是香港 如果你想等我回來的話 我何時回來 我跟牠們聊天 牠們真的會確定 要不就在你之前 或者你回來之後 如果牠們不想你陪牠離開 牠們就會在你不在的時間離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神奇的事 我會知道牠是否想我陪牠 所以整個課程中 我覺得很感恩 因為我再重新去動物 可以再帶我去 牠們不生死 牠們不能生死 這件事 我很感謝 就是我兒子 透養的狀態 是的 把狀態弄成狀態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因果 所以我也覺得 動物除了是我們的寵物以外 牠是我的老師 沒錯 我也認同 是的 你真是教育 好 聽你說 我突然有些事想問 因為我曾經聽過 有一個很喜歡狗的朋友跟我說 覺得養魚的人很無情 因為我是養魚 我家裡除了有一隻狗 還有一大肝魚 那些魚其實生生死死 是牠們的生命周期比較短 那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牠們是時間離開 那我就不敗了 同時因為時間不夠 同時你會奉勸寵物的主人 怎樣面對牠的死亡 其實我自己也在學這件事 其實我仍未看得通 生死這件事 當然如果我們可以了解到 當中我們應該要學到甚麼 首先不要執著 即是不要叫牠們不要走 跟人一樣 沒錯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珍惜跟牠們相處的時間 千萬不要等到牠們離開後才會後悔 之前怎樣怎樣對牠們不好 我覺得始終都是活在當下比較重要 真的是這樣 希望其實動物你還可以愛牠的時間 真的很短 珍惜一個牠給你學習愛的機會 好 多謝這次 我們真的很開心 希望可以幫到很多養動物的人 如果你有甚麼問題可以留下 但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請整個答案 好 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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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